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剧从1976年毛泽东事事后 邓小平复初开始写起 直到1984年10月1日 建国三寿多年 国庆粤冰事结束 演绎了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宗设计师 结束十年动乱 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一段辉煌历史 台季第一场戏 在河北省西华岛北戴河 邓小平对北戴河的大海情有如终 女儿邓林曾在《我的父亲》艺术中写道 爸爸最喜欢的运动 是在大海里游泳 爸爸则愿意顶着风 迎着浪 钻进水里 游到大海的深处 每年去北戴河 他都要下海 京西宾馆 北京西长安街上的苏式建筑 此建成以来 一直是一个特殊的政治舞台 1978年 在这里 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之后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由此启程 李良库胡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这里是文化名人的聚居地 吴氏 梁思成 徐志摩 都曾在这里留下身影 而现代李良库胡同的知名则因为 邓小平一家曾居住在这里 第三居终于有一个这么好的环境 已经被干了 自1977年 全家搬入后 邓小平晚年 在这里度过了二十个春秋 直至此事 十月 A 组继续驻守北京 B 组奔赴安徽 小岗村 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 1978年 这个贫穷小村的十八位农民 冒着极大的风险 立下生死状 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 创造了感为天下先的小岗精神 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深圳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窗口 三十多年前 邓小平对当时主政广东的其中军说 一具杀出一条血路 二十亭为虚 眼见为虚 我见你啊 这不是同事 这不是老同事啊 到选区去看一看周围 我家实际表情 我见你啊 你是特区的崇拜者 不介意吧 不介意 不介意 可去欢迎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